小胡子本人预算100万以内买车 主要倾向操控和动力好一点的 并且开着日常用的顺手的 现在看的是奥迪Q8和宝马X6 你认为哪个好如何选择 首先呢你选择的两款车是都是主抓 操控运动型的车子啊 开起来都是非常好非常棒的 那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这两款车 到底哪个性价比较哪个值得拥有 奥迪Q8呢 它是基于这个MLB EVO平台打造的 你像这个土瑞啊Q7啊 这个保时系卡验呢 都是出入这个平台 这个车身强动上呢 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48V清混 这个宝马差量呢 是基于这个宝马的CLAR平台打造的 它是和这个宝马X5是一个同平台的 也有48V清混 其实它就是一个X5的一个升级版本 它每个操控啊运动啊 都发挥到了极致 并且车身强车身的长度呢 也要比这个X5更大一些 而且车身安全上呢 也是毋庸置疑的 完全可以放心 非常不错 也有48V清混 它俩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就是市区方面上啊 宝马X6呢 大多数时间呢 都是后轮驱动 它这个后驱动车吧啊 那么只有这个 后轮打滑的时候 这个电脑它自由匹配 前后轮这个扭力 动力匹配啊 采用的是多片零刻器的 中央插出器结构 并且啊 你可以选装后轮插出器 也可以后轮插出锁啊 但是你去换你选装 而这个奥迪Q8呢 它采用了机械式的一个插出器 正常行驶当中啊 前后轮是40比60 一个动力扭力匹配 当路面需要时 电脑会自由前后轮匹配 匹配成15比85 或者是70比30的一个 前后轮匹配 所以说越远能力上 奥迪Q8要优于好 于这个宝马X6 动力上呢 奥迪Q8啊 搭载的一个重置的 EA389的一个 涡轮增压发动机啊 V6六杠机 你像这个图瑞啊 Q7啊 还有这个保时机凯亚呢 帕拉米拉都在使用这个发动机 只不说代号起的名声不一样 其实都是这款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 采用幅的8AT变速箱 而宝马X6呢 搭载的是宝马自主研发的 代号为B58的一个 直奔涡轮增压3.0T 涡轮六杠机 也是匹配的一个 采用幅的8AT变速箱 悬挂方面呢 这个宝马X6是前松车臂 后面多连杆的悬挂 这个松车臂悬挂呢 成本很高 能够有效防止 车轮行动当中 发生测轻 增加这个稳定操控性 而且还能这个防止刹车点头 非常好的一个悬挂 奥迪Q8呢 它前后都是多连杆的悬挂 奥迪自有自己研发的一个悬挂 是非常不错的 稳定性操控性 都是非常不错的 收拾度 并且两台车都有这个悬挂 软硬条高低调节 还有空气寻挂 那么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 这两股车的发动机变动箱 哪更好一些 还有驾驶感受哪更好一些 发动机而言呢 两股车都不差 都不错 都很好 如果说两台车的动力加速呢 都在六七秒 百公里加速 都很强悍 那么变动箱呢 都是财富的8AT 都很不错 都耐照 全程效率高 而且皮适 那么至于开起来 谁更开起来 更加的平顺 那你就看 两个车企的 工程师调教了 谁有本事了 调教了好 就大一些 但是变速箱都是好东西 不是啊 给你个好东西 拿来你装上就完事了 得需要你自己家的工程师 与自己的发动机去匹配 匹配的好 这个平顺 耐用 而且油耗还低 传动效率高 匹配的不好 则有顿挫 然后油耗还高 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白侠这个变速箱了 那么两台车 在实际开起来的时候呢 加速啊 底盘支撑 悬挂的支撑 都很好 都不错啊 过弯的时候 唯独就是说 越野能力方面的 奥迪奎巴更好一些 那么这两台车呢 可以说都不错 选择哪个都没有毛病 都是主要操控 运动时尚的一款车吧 都很好 主要就是 如果说你跑一烂路段 那这个奥迪奎巴更好一些 那么品牌影响力呢 还是宝马更好一些 但是开起来呢 两台车都很舒服 都很顺手 都不错 都能达到你的预期的要求 就看你选择哪 喜欢哪一个了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修复伴 对我说的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